大家好我是陈岳 随着美国川普离开这个拜登上台 那么全球局势呢也是变了天 从东南亚的缅甸到欧洲内部的英国脱欧 分抢疫苗 全球地缘政治热点依旧不少 但是呢就在大家忙着这个抗击新冠疫情 然后呢这个各种地缘政治热点的时候呢 那么地处欧洲东部的乌克兰 做出了一个让中国人惊讶的决定 那就是乌克兰总统突然签署了一个命令 要制裁中国四家公司以及呢中国公民 而这背后呢牵涉到了乌克兰发动机巨头 马达西奇公司 很多朋友可能会好奇 中国公司在乌克兰做什么坏事了吗 为什么这个时候乌克兰要来制裁中国的公司呢 因为按照我们一般的那个理解呢 中国和乌克兰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很差啊 那么一直以来呢 中国乌克兰之间呢实际上也是有很多的合作 但是这个时候乌克兰的总统这样的一种出手 让实在让很多中国的朋友呢看不懂 那么乌克兰呢它这一个举动呢实属疯狂 那背后的原因非常复杂 涉及到了中国与乌克兰方面在顶尖发动机领域的合作 那么以及背后呢真正的引武者美国 因此就有人高呼中美科技战的战场延伸到了乌克兰 这一切呢要从中国企业收购乌克兰航空发动机巨头 马达西奇公司说起 这笔交易被拒绝之后呢 那么中国公司对乌克兰政府呢就提起了国际仲裁 要求赔偿 那么到这里呢至少明面上对吧 还是属于商业层面的摩擦 那既然当初谈好的条件 那么中国方面呢也出了钱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做了反悔 对吧 那么一般呢相关的签署商业合同呢 都有终止条款嘛 那你既然不同意了 那么我们就按照合同来 对吧 那走如何这个去赔偿也罢 或者是怎么样 那这个呢我觉得也至少没有太大的问题 除了这样的后续反悔的事情呢 在商业上也是常有的 那么赔钱就了事嘛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双方呢 这个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对吧 按道理讲去法院来解决嘛 这个好像也不是太大的问题 那么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 这一出手呢 那就上升到了政治 甚至呢外交层面的问题 1月29日 泽连斯基批准了对中国公民和四家公司的 这个制裁的命令 那么遭到制裁的中国公司和个人呢 也包括像天交飞机控股 有限公司 那么香港天交控股有限公司 北京这个天交航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以及呢 北京信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还有包括中国公民王静 然后呢 也被施以限制措施 那期限呢 是三年 根据公布的这个制裁决定呢 乌克兰特别对王静施加了冻结资产的这个制裁 临时限制他这个使用和处分财产 限制交易 那么部分或者完全终止其资源飞机和运输过境乌克兰的领土 防止呢 资本逃离乌克兰 完全禁止其对发行人受乌克兰制裁法 制裁的证券进行法律处置 那取消并拒签其外国人签证啊等等 那么对于实施的这个禁令进入乌克兰领土的这个禁令啊 那么禁止呢 垄断经营什么什么的 反正呢 就是既然都搞到这个层面了 对吧 都签署制裁了 那么显然是没有好话的 那么在此之前呢 也就是2020年的12月7号 马达西奇公司中国股东之一的大昌行集团有限公司的新闻处呢 就发布了消息 马达西奇公司的中国投资者已经申请国际仲裁 要求呢乌克兰政府赔偿35亿美元 那么马达西奇公司的中国投资者聘请了三家国际律师事务所 目的呢 就是要去收回在乌克兰这一笔投资的损失 马达西奇公司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飞机发动机生产工厂之一 作为前苏联的重要的国防企业 马达西奇公司主要经营军用飞机 那个巡航导弹 还有这个直升机的发动机 那么这家公司呢 还曾经为世界上最大的运输机 这个安225呢 去设计引擎 那么此外呢 马达西奇公司呢 一直是前苏联和俄罗斯生产 所有类型直升机所用的发动机的独家生产商 马达西奇公司还是全球使用的众多的 米和卡型直升机发动机的这个供应商 那么我们看到俄罗斯的军事专家 这个瓦西里呢 就指出 中国一旦掌控这家乌克兰的发动机制造商呢 将可以大大的减化 并且减少直升机的维护成本 并且呢 还为这个升级提供了可能性 那么控制发动机的设计制造呢 它在国防和这个国防科技吧 这个方面的意义呢 是不言而喻的 那这一点呢 其实无论从中国的民间 还是官方的立场上来看呢 大家也都不避讳 讲白了就是你有好的技术 那么中国方面呢也愿意 对吧 愿意跟你合作 那你又缺少资金 那么之前我好几年前就看到 说这个乌克兰的马达西奇公司呢 要倒闭了 那有的朋友说呢 既然我们我后面会谈到 美国在这背后捣鬼啊 那么既然这个 这个马达西奇公司 他这么好 对吧 技术技术很先进 那么他跟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 都现在都处于一种这个敌人的状态呢 他不可能去跟他合作 那么为什么美国不愿意不去 比如说去出钱 去买这公司买了 不就好了吗 对吧 或者去拿他的技术呢 那原因也很简单呀 因为这个技术美国看不上 就这么简单 我们也比较的 这个讲一个现实层面的问题 那对于中国来说呢 他里面的这个多年来 从前苏联积累下来的一些经验 以前呢 中国是非常的 他里面有很多好的技术 那现在呢 恐怕好的技术呢 也没剩多少了 中国呢 在发动机方面呢 也在逐渐的取得突破 但不管怎样吧 这样一个从前苏联积累下来的一个军工的 特别是航空发动机领域的核心企业呢 他显然还是有他的 这个科技的价值 那美国人用不上这家公司 但是美国人显然见不得别人好呀 那么于是呢 他要去阻拦 阻挡 从商业的交易角度来看呢 中国资本看上乌克兰的马达西奇公司 那么在飞机发动机领域的科技价值 这个呢也不避讳 也没有什么好避讳的 也毋庸置疑的 否则为什么要出钱来合作 那很简单道理嘛 但是问题就在于 你卖不卖或者合不合作 这个呢都好说 对吧 但是你不能呢 在当初拿了钱 签了合同 然后呢 又不愿意卖了 然后又违约了 那么违约之后呢 又要来硬的 因为你违约你就要赔钱 那你一赔钱 你不得就按照前面的金额 那中国方面的公司呢 要索赔35亿美元吗 那毕竟我早期投进来的钱 你得还回来呀 那么你现在钱不愿意赔 那你又要来硬的 这个所谓的硬的 就是搞起了美国的那一套呀 就是制裁中国的科技公司的 这样的一个把戏 讲白了呢 国际政治呢 还是比较现实的 动手之前呢 最好要衡量一下 对乌克兰的长远国家利益 是不是真的有好处 对吧 那么毕竟呢 从道理的层面上来看呢 根据乌克兰 他的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关于投资促进与相互保护的协定 那么中国公司对乌克兰提出 国际仲裁呢 完全是合情合理合法 那么这个道理就很简单 比如说前段时间 中国与欧盟方面签署的啊 这个谈判完成的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 对吧 那么这里面是有一些规定的 比如说中国资本在欧洲投资 那么应该要遵守什么样的法律啊 并且呢 应该可以达到什么样的啊 这个有相应 就责任和权利了 讲白了 就是说你可以持有多少股权 可以持有哪些啊 投资哪些类型的企业 比如说金融能不能投资 对吧 基础设施行不行 水电煤行不行 这都是有一些得去谈的呀 那么同样的欧洲资本到中国投资 也是一样的 那么既然中国和乌克兰之间 彼此之间有相关的投资保护的协定 那这个事情呢 咱们就依法来 是不是 不过到这里呢 很多朋友可能会问了 说乌克兰 他肯定也不傻 对吧 他何苦呢 干嘛把你得罪了 会怎么样呢 对不对 那么乌克兰为什么要这么做 那这个呢 明显是一个不合常理的举动 显然有它的原因 有分析就认为呢 乌克兰政府取消收购交易 显然是出于 这个迫于美国方面的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呢 在中国企业提交收购申请之后 美国国务卿彭佩奥 在去年的8月26号的时候呢 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 通电话 给达了对中国企业收购 马达西奇公司的关切 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也指出 美国试图阻止 中国企业收购马达西奇公司 因为这将大大的提高 中国的国防地位 那么中国媒体环球网 在12月9号的时候呢 就谈到了 中国投资者和企业早就与 马达西奇公司进行合作 在上述交易案发生之前呢 中国企业已经收购了 马达西奇公司超过50%的股份 马达西奇公司的总裁 伯古斯 这个拉耶夫呢 就谈到 公司别无选择 否则如果不吸引外部投资呢 那么工厂将不得不关闭 按照这个马达西奇公司老板的说法呢 除了购买股份之外 中国企业还承诺 在两年之内对该工厂投资2.5亿美元 此外呢 在马达西奇公厂的股份出售之后 一些专利将归乌克兰所有 特别是伊夫琴科进步设计局 研发的发动机技术 那么我想呢 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说呢 这些年的动荡不安呢 的确可能手上的好东西也不多了 那么他们觉得呢 这些专利应该由他们所有 我觉得呢 从中国方面来说 大家谈生意嘛 那么总是可以聊的 对吧 那么我们看到 按照目前的进展说法来说呢 应该是就是这个专利本身 还是属于乌克兰方面 那么俄罗斯的政治与经济学家 这个杜德恰克认为 基辅教廷 收购的这个举动呢 可能又意味着摧毁了一家 有前途 而且有机遇的企业 像马达西奇这样的企业呢 它不可能不引进 不引起投资者的兴趣 但是乌克兰当局没有看到 外国投资者对其国民经济的帮助 以及提高工业效率 所带来的希望之光 那么以牺牲乌克兰企业 为代价来讨好美国 乌克兰著名的新闻网 发表的评论文章就认为 这个泽连斯基卷入了中美的 马达西奇之争 也就是呢 中美的科技战的一部分吧 那么这种做法呢 是对其 这个对美国妥协政策的一个延续 没有明显的好处 但是呢 得罪了中国 有显而易见的损失 乌克兰的基辅邮报也表示 乌克兰政府的制裁令 应该会让美国满意 但是应该会激怒中国 观察者就指出呢 特朗普时代制裁 这个中国投资乌克兰公司的 这个命令呢 产生了影响 能够延续至拜登时代 反映拜登政府 不会放松与中国的科技战 遭到制裁的 这个天交飞机控股 有限公司的回应就谈到 乌克兰政府发布的制裁令 非法无理粗暴的 剥夺了天交公司的合法权利 抛弃了双方前期的协商成果 彻底打破了双方和解的 任何可能性 于是他就谈到 我们对此呢 这样的一个乌克兰的行为 感到异常的愤慨 那么该公司将利用 一切可能的法律武器呢 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中国商务部稍早前呢 也表示 美国罗知各种理由 借口打压中国海外的企业 那么敦促美国方面呢 要纠正此前一系列的错误做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在2月1日对这件事情呢 也有回应 就谈到呢 中国一贯反对外国政府 对中国企业进行单边制裁 中方呢 也一直要求中国企业 在海外合法经营 希望乌克兰方面 依法维护中国企业 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目前最新的情况呢 是中国已经发出了 这个抗议外交召会 那么根据俄罗斯卫星通信社 2月3号的报道呢 乌克兰外交部新闻发言人 尼克联科2月2日呢 也证实了 由于泽连斯基制裁 马达西奇公司中国股东 已经收到了中国的 外交的抗议召会 尼克联科向乌克兰国家通信社 就谈到呢 乌克兰外交部确实收到了 中方有关马达西奇公司 事件的一个召会 这是一份秘密的外交文书 因此呢 不能公开它的内容 那么目前呢 这个负责这件事情的 这个国家有关机关 乌克兰方面呢 也会来处理这件事情 那么可能泽连斯基 他自己呢 也对这样的事态发展呢 感到担心 那么最新对外的讲话 试图去缓解目前的紧张局势 乌克兰总统表态 中国不是头号威胁 泽连斯基呢 他本身 他就是一个喜剧演员出身 曾经出演了一部电视剧 还是电影啊 就是说 他里面饰演了一位 反腐的一位人士 看起来呢 就是 这个 在剧中的形象呢 比较正面 结果呢 有人就说 诶 你干脆来直接选乌克兰的领导人吧 结果他真的来选了 结果他真的选上了 那么在乌克兰多年的内部混乱之后呢 他这种投机 机缘巧合的呢 这样一种呢 也算是跟喜剧的 有一定的喜剧的成分了 就选上了乌克兰的领导人 但是如果谈到执政能力 那么能看出呢 在政治手腕上呢 实际上还差很多 乌克兰夹在俄罗斯和欧洲之间 那么长期以来呢 都是北约和俄罗斯地缘战略博弈的一个中心点 如果乌克兰方面的领导人能够善用这样的位置的话呢 那么是有机会 对吧 两头都拿好处 但是乌克兰之前的几任领导人都没有能够做出好的选择 而目前呢乌克兰因为先进的航空发动机公司 又夹在了中美科技站 中美科技博弈的中间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这一次的决定呢 可能又一次的里外不是人 其实乌克兰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但是脱离苏联之后呢 一手好牌被打得稀巴烂 苏联解体之后 各个加盟国进行了分家 分开了 那么当时分家的原则 基本上是以各个加盟国现有的苏联遗产 实施属地划分 就是原来在哪里的就属于哪个国家 就地就分了 因此呢我们看到苏联解体之后呢 有些国家分的多 有些国家分的少 那么这也导致呢 有穷有富的现象 但是各个盟国呢 也只能客观的面对 在苏联遗产继承上 俄罗斯是最大的继承国 其次就是乌克兰 那不得不承认呢 乌克兰在苏联解体的时候 苏联很多重工业和军工产业 都设在乌克兰 那么这与苏联历史上 有些领导人 本身就是来自乌克兰有关 乌克兰有名的这个企业呢 有南方机械厂 还有这个黑海 这个造船厂 然后呢就是马达西奇发动机制造厂 那么还有很多苏联重型武器 在乌克兰制造 而且乌克兰境内还部署有苏联时期的 大量的核武器 乌克兰在苏联解体之初呢 实力非常雄厚 一些加盟国呢也很羡慕 甚至引来俄罗斯的嫉妒 也引起了美国等国的警惕 毕竟一个核大国再次出现 别说美国警惕 就连欧洲都感到害怕 后来乌克兰 俄罗斯 美国 英国 四国 在布达佩斯 签署了一项协议 乌克兰自动放弃核武器 如果遭到其他国家打击呢 那么其他拥合大国 要帮助乌克兰 讲白了呢 就把你的这个核武器呢 给卸了 那么为什么乌克兰 要放弃核武器呢 乌克兰呢 实际上也是有难言之隐 毕竟核武器的密码呢 在莫斯科 而且维护技术呢 也在莫斯科 那么乌克兰如果要保留 这些核武器 没有维护技术 那么维护费用呢 要花很多钱 那么乌克兰呢 也很现实 索性呢 干脆就放弃了 其实乌克兰拥有核武器 根本没有什么用 俄罗斯也不会把密码和技术 给乌克兰 当初放弃呢 应该是他的一个 也算是深思熟虑之后的选择 即使乌克兰放弃了核武器 那么乌克兰的实力 在各个加盟国 依然是仅次于俄罗斯 国力非常强大 但是为什么乌克兰 近几年国力衰弱呢 甚至国家动荡不安 其实乌克兰呢 手握的这一 他的这个手 手握的这一副好牌呢 之所以没有打好 那么本身也是造成混乱的原因 当然打牌的人呢 就是乌克兰的执政者 那么这是一个国家 最重要的带头人 并不是说 谁当了这个总统 有的地位 有的钱 其实呢 更为重要的还是责任 如果一届总统干的不好 或许成为过客 或许会遗臭万年 而乌克兰从独立之初 定位就不准 乌克兰的第一任 第一任的这个总统 克拉夫丘克呢 那么此人当初 在苏联解体的时候 非常强硬 不畏惧俄罗斯 甚至在苏联分家的时候呢 与俄罗斯唱对台戏 那么 别罗伟日协议签署时呢 叶利钦实际上向乌 向这个 克拉夫丘克呢 进行了妥协 但是乌克兰独立之初 其实国内面临的问题 与俄罗斯很相似 也就是呢 面临市场经济混乱和衰退 但是 克拉夫丘克呢 并没有向叶利钦瞎折腾 那么想尽办法去挺住 他却想进一步 这个改变乌克兰的体制 克拉夫丘克主动的缩短 总统的任期 迎来了乌克兰的大选 他本来以为 利用这次大选 看看反对派的力量 没想 他没有连任 没选上 还没来得及 成为乌克兰 谋划发展的道路 然后呢 库奇马呢 就上台了 库奇马出身 大家知道 他是苏联国企南方机械厂 出来的官员 但是乌克兰解体之后 无论南方机械厂 还是其他苏联留下的企业 大部分被一些寡头所占据 而库奇马就是寡头势力的背景 库奇马的执政 也没能阻止乌克兰的衰弱 而库奇马呢 一度被认为 应该成为像叶里钦那样 强势的人物 但是库奇马在总理任命上 这个出现了错误 拉扎连任总理时呢 大肆贪污 最后呢 还跑去了美国 那么这个让库奇马 执政的地位呢 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但是此时呢 他想为乌克兰找准目标 已经很难有机会了 因为此时的颜色革命 已经进入了乌克兰 库奇马需要应对反对派的力量 此时如果这个 中国呢 再晚几天买瓦梁格号的话 等到库奇马下台 可能就没有机会了 在乌克兰 橙色革命的浪潮下 库奇马遭到了国内 与国外的压力 他本来就是寡头的代表 不像叶里钦一样强势 还善于运用寡头 但此时库奇马无法再继续执政 被后来的这个尤仙科所取代 尤仙科是一位 没有寡头背景的总统 但他却有着西方的背景 不得不说 尤仙科有希望扭转乌克兰的局势 但是寡头力量太过强大 尤仙科无法改革乌克兰的体制 反而呢 使得总统的权力缩小 想提出乌克兰发展目标 都无法实现 此后呢 亚努科维奇呢 是一位亲俄罗斯的寡头代表 而波罗申科呢 是亲美的寡头代表 还有现任的总统 那么无论哪位总统呢 只纠缠于国内的斗争 甚至目标只对准俄罗斯 也使得乌克兰 连自身的定位都没有认清 像乌克兰这样的国家 本身与俄罗斯渊源很深 不要指望呢 西方会救乌克兰 那么加入欧盟 或许或者呢 这个加入北约呢 这个都没有意义 恐怕呢 也加不上 加不进去 只需要呢 最重要的呢 就是要找准自身的定位 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渊源生呢 虽然几百年前 有过历史的过节 但是不像波兰与俄罗斯那样有仇恨 但是乌克兰呢 却在西方的挑拨之下 走上了一条 亲西方仇视俄罗斯的道路 而且呢 现在 仇俄几乎成了一种共识 因为克里米亚归俄罗斯 那么乌克兰东部呢 已经脱离 而且冲突不断 这一切呢 都与乌克兰最初的 这个亲西方有很大的关系 亚努科维奇是一个分水岭 此人总体倾向于俄罗斯 这就引起了西方的不满 总想把它搞下去 而亚努科维奇呢 也没有控制乌克兰的能力 最后导致基辅发生了骚乱 他不得呢 不跑路 那么正是亚努科维奇的跑路呢 乌克兰强烈的仇视 俄罗斯呢 也引起了克里米亚的担心 因为克里米亚大多呢 都是俄罗斯人 他们明白 乌克兰倒向美国 俄罗斯人呢 就会遭到报复 当然 这其中也有俄罗斯在背后呢 这个去谋划 那么最后呢 克里米亚公投回到了俄罗斯 让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 这个仇恨呢 更加增强了 克里米亚与乌克兰东部冲突呢 它是同步的 乌克兰东部的 在俄方的支持之下呢 已经成立了两个共和国 实际上呢 已经脱离了乌克兰 那么这让乌克兰国内 纵使有亲俄的力量 也不敢站出来 因为谁站出来 谁就是卖国 于是呢 乌克兰面对这种 无休止的冲突 国力必然就衰弱 乌克兰之所以会丢掉 克里米亚和乌东地区呢 完全是乌克兰 它的这个自身的啊 整个执政能力差啊 导致的 因为乌克兰呢 它非常想加入北约啊 毕竟北约作为军事组织 比欧盟呢 这个好加入 而且呢 还能够得到美国的支持 乌克兰此时没有看到 苏联前加盟共和国 除了波兰的 除了波罗的海 与俄罗斯根本不相容之外 其他12个独立国家 很少有主动靠向西方的 因为加入北约 实际上就是 对俄罗斯形成了直接的威胁 也就是所谓的北约东扩 因为从乌克兰部署的导弹 直接就能够射到莫斯科去 那么乌东地区之所以乱呢 也是莫斯科针对乌克兰 想加入北约这一个举动 提前划出的一个缓冲区 如果任由乌克兰加入 那么北约东扩 真的就扩到了乌克兰 这个俄罗斯的家门口了 俄罗斯当然不能够允许这样做 所以呢 我们再回头去看 这个乌克兰的整个乱局呢 其实与俄罗斯的关系真不大 只是呢 乌克兰自己呢 瞎折腾啊 这样的一种形势呢 所造成的 如果乌克兰的 他的政局能够稳定 出现一个像普京 或者像卢卡申科 或者像这个纳扎巴耶夫 这样的强势人物 那么乌克兰应该 会发展的更好 不至于像今天这样 乌克兰的一手好牌 的确呢 是乌克兰自己 把他给打坏的 不怪别人 那么乌克兰 没能抵挡西方的诱惑和挑拨 认为 帮上美国就能够安全 如今乌克兰四分五裂了 美国呢 什么忙也没帮上 除非美国想与俄罗斯 这个直接对抗 但是美国目前呢 还没有这个战略 因为美国呢 也有很多事情要做 那不能因为乌克兰 就被拉下水 乌克兰的现任总统呢 并没有看出这个与俄罗斯的关系的改善 那么不得不说呢 一个政治的素人来当总统呢 没有任何政治的经验 纵使呢 手下这个有高人呢 也很难突破与俄的关系 那么就如同前面所说的 那么在乌克兰 想说亲俄罗斯都很艰难 甚至亲俄的人也会在竞选的时候 喊出愁俄罗斯的口号 因为乌克兰失去大片的领土 那么可以预想呢 乌克兰未来如果再陷入无休止的仇视俄罗斯 恐怕国家还会面临进一步的这个动荡不安 那这不是这个这个虚化 对吧 俄罗斯已经做好准备 但是乌克兰如果向俄罗斯低头也很困难 亲西方的政客也不愿意 西方呢 也不愿意 实际上乌克兰就充当了西方抗击 这个俄罗斯的一个前分或者是叫做一个棋子而已 我们在亚洲呢 实际上也有一个地方 那么就是台湾地区 台湾地区呢 实际上在川普任期的时候呢 一直以来呢 就是要去把这个成为川普在亚洲的一个棋子 那么川普呢 就去操弄两岸议题 对吧 所以如果真的是台湾呢 不回头一直干当这一个棋子的话呢 那么到头来呢 恐怕台湾地区呢 也会面临动荡不安 那这个呢 是一个乌克兰呢 就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例子 摆在这个眼前 那么按照上面的说法呢 这个乌克兰的执政能力呢 以及在大国博弈之间做决策的能力呢 实际上就是把一手好牌 打成了一个西巴烂的样子 那么到今天呢 成为了整个欧洲经济最差的国家 对吧 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 我们看到泽连斯基呢 做出这样的举动 也就不奇怪了 那中美之间的这个科技战呢 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 一个这个博弈的过程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博弈过程中呢 既有比如说半导体领域 比如说军事科技领域 那航空发动机就是非常关键的 还比如说太空航天领域 对吧 比如探索火星啊 探索月球啊等等 那么还有呢 量子科技领域 科技的这个包含的方方面面 而今天呢 我们所谈的乌克兰的这个发动机的 这一个事件呢 实际上可以认为是中美科技战 延伸到这个军事科技领域 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例子 那么乌克兰夹在中间呢 做出这样的一个举动呢 我们介绍的乌克兰历史来看呢 的确就是它执政能力不行啊 这个手腕不行 在这个大国之间啊 没有办法用智慧的方式来处理 没有办法呢 去为乌克兰的人民呢 带来他的这个实实在在的利益 我想这个呢 是乌克兰做出这样的决定 包括国家呢 走到今天这一步呢 一个最最重要的原因了啊 那么当然了 中国方面呢 我相信呢 这个事情呢 未来还会进一步的去处理 那么最终会处理的怎么样呢 我们持续来观察 呃 对于今天的话题 观众朋友们 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讨论 那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点赞 分享 订阅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拜拜